這個題目我們給他兩個讚 讚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閱讀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他說 某一家民調公司受到政府的委託 去做食品接受度的抽樣調查 在95%的信心水準下 把這句話畫起來 樣本中對於該項食品的接受度是60% 請把樣本中這幾個字畫起來 所以同學他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請問你在本次的抽樣裡面 你的p hat 樣本成功率是多少 0.6啊 對不對 是不是0.6 同學你的p hat 是0.6 在這一次的抽樣裡面 樣本對該項食物的接受度是60% 你的p hat 每次都會不一樣 聽懂嗎 隨著你每次的抽樣 你的p hat 是會改變的 然後接下來就兩個問題 來第一個問題 他問你說 如果今天呢 抽樣誤差是4% 來 抽樣誤差是4% 來 0.04 我放慢行 抽樣誤差 誤差我們就寫error 誤差是多少 0.04 那麼請問你 共抽樣多少 好 這是我們另一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他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問你說 如果今天呢 我把抽樣誤差把它變成原來的一半 把誤差從0.04把它降到多少 0.02 那麼請問你要抽樣多少人 其實這個題目他想要跟你談一個問題 同學你知道他想跟你談什麼問題嗎 同學當你把誤差減少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另外一個方面 你要付出一些代價 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這個誤差0.04跟誤差0.02 哪一個要本書一定比較不同 一定是0.02這一個啊 因為你誤差想要小 所以那個誤差會影響什麼東西 會影響你信賴區間的長度 來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信賴區間怎麼算 就是p-head怎麼樣 減誤差 對不對 然後p-head怎麼樣 加誤差 那我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當你的誤差變成原來的一半的時候 請問你 你的區間的長度會變長還是會變短 但是變短啊 你誤差變小了不是嗎 譬如說 來 我這樣寫 來 請問你 如果現在我寫p-head減掉 誤差變成原來的一半喔 1 2分之1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p-head加上誤差變成原來的一半 2分之1 請問你 這區間是不是變短 誤差變小是不是代表區間變短 而且它區間的長度是原來的多少 誒 看著這個你看不出來嗎 這個區間長度是原來的多少 一半啊 對不對 區間長度變成一半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當然要來回憶一下 誤差這個概念是怎麼變起來的 而且誤差就是在95%的信心水準底下 誤差是幾倍的標準差 來問黃浩倫 誤差是幾倍的標準差 對 95%的信心水準下 是幾倍的標準差 2倍 讚啦 來 2倍的標準差 那標準差我們課堂上有推過 我說過 高中生這個要記下來 叫做n分之什麼?p-head 再乘上1-p-head 這樣可以嗎? 回憶一下喔 有學過這東西吧? 你看 這支粉筆看起來像黃色的 但其實它是白色的 這是太壞了嗎? 來 我把它放起來喔 還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準備來處理這個問題喔 我覺得誤差是0.04 來 跟著我一起寫 0.04 對不對? 它會等於2倍的根號 好 來 樣本數不知道是多少 假設叫做n1 請問你p-head是誰? 題目有講p-head是0.6 對不對? 然後1-p-head是多少? 0.4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叫你去算這個n1 你會不會有困難? 當然不會有困難喔 你把它兩邊怎麼樣? 你可以先把這個2除過去 然後兩邊平方交叉相乘 n1就可以算出來 那你如果不喜歡小數點 你可以先做什麼事情? 先把它寫成分數碼 再去做運算 聽懂我意思嗎? 來 那另外一個題目是說 如果今天我把誤差降低 0.02 會等於2倍的標準差 那種算塊就是 來 現在要本數是n2 OK 然後p-head是0.6 乘上1-p-head是0.多少? 0.4 來 我們等同學 你現在幫我算 同學n1是多少? n2是多少? 你不要不會算這東西喔 好 嘿嘿 來 我們把這一題講完 來 乖一點 來 幫我算嗎? 好 阿 真祥運回來沒有? 喔 你去上廁所嗎? 對 我去校長室上廁所 那你的廁所都比較乾淨嗎? 有 而且很寬敞 都很寬敞 用寬敞來洗方廁所 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欸 趕快給我答案喔 你們這個會算吧? 來 這個是多少? 如果誤差是0.04的話 你的樣本數n1是多少? 會算嗎? 會哥 會哥 哥 哥 給個答案吧 哥 n1是多少? 我一下上第5冊 你在那邊看是很小 快點哪 你把第5冊拿出來 你第5冊在哪裡 快點n1是多少? 欸 給我答案啊 來 那個 600啊 n1是600 對不對? 來 請問同學 那n2是多少? 2400啊 對吧? 請問你喔 這個數據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啊 同學 關鍵根本不是這個數據 你懂嗎? 關鍵是這個數據 它背後帶來的統計含義 請問你 它帶給你的統計含義是什麼? 欸 在相同的信心水準之下 同學 你的區間越短 代表你的推論就越怎麼樣? 就越精確啊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就你了解一下 你的區間越短啊 你的推論是不是就越精確? 所以同學 你要讓你的推論變得精確 讓你的誤差變小 喔 你要付出的代價其實有點大喔 對不對? 你的誤差要變成原來的一半 請問你 你要付出多少代價? 你的樣本數要變成原來的幾倍? 要變成原來的4倍喔? 這樣聽懂嗎? 這個高中生大概理解到這裡 欸 我幫你把結論寫下來好了 我想想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寫 來 我寫在這裡好了 我這邊寫一個key齁 區間長度變成一半 來 我講得很慢喔 是為了配合同學 都學一定要把它學好 區間長度變一半 然後抽樣的人數變幾倍? 在95%的新鮮水準下 區間長度變幾半 那抽樣的人數會變成原來的幾倍啊? 欸 這個常識還滿幾倍? 是4倍喔? 對吧? 人家交換原理嘛 你想要區間長度短 那你當然就要付出一些代價了 OK 好 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喔 對吧? 那我們這題就講完囉 講完這題我看一下 這課本裡面喔 其實有一些題目你們可以自己來 像那個立體9 來 同學你翻過來 那個立體9還有他的隨堂練習 他想要告訴你一件事 告訴你什麼事情 在17頁那邊 來 同學拿出你的紅筆 有話畫起來 在一般的民意調查裡面 我們通常會將新鮮水準定在95% 而且希望誤差控制在3%以內 好不好? 然後從那個立體9 還有他的隨堂練習 這你回去自己做做看喔 我們發現 當你抽樣大概是1200人的時候 不管你的peat的值是多少 都可以滿足你設定的那個要求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們一般民意調查 通常只是訪問1000多人的原因 我之前是不是有推給你看 為什麼每一次調查只要訪問1000多人 關鍵在於樣本有沒有代表性 抽多少人根本就不是重點 你懂嗎? 抽1000人、2000人 那個其實關鍵就是數學理論 就告訴你大概抽1000多人就夠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這個現在巨鑑的最後一題 先例翻到58頁 哎呀 終於要把這邊結束了 課本的詳解我會放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那你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如果你有看的話 歡迎提出來 我們可能課堂上可以講 或者是底下解決這樣好不好 來 翻到58頁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隨堂練習 這一個題目給他兩個讚 這個題目好像是零考考題吧 不知道怎麼去做 他這個題目是說 消保官抽測市售的泡麵 576包 結果我發現這576包裡面 有3乘6的泡麵 它的含鈉量超過成人每日的建議量 而且我問你啊 泡麵有哪一包的那個含鈉量沒有超過的 一定有啊 你市售的隨便哪一家泡麵 那個含鈉量都超過你的身體的接受程度 你懂嗎? 所以泡麵盡量要少吃 吃太多泡麵對身體真的不好 然後他就跟你說 請問你喔 這個調查的信心水準是多少的時候 他是問信心水準 他的抽樣誤差是兩個百分點 這個題目總覺得你應該知道 他的p hat是誰 講話 他的p hat是誰 3乘6嘛 對不對 36% 所以p hat叫做0.36 這個p hat每次都會變喔 他這一次抽樣576包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曉得喔 來誤差 來看我這邊 誤差他會等於某一個倍數的什麼東西 標準差 來這個標準差大家都有背吧 根號下 來什麼東西 n分之什麼?p hat 這個題目他跟你說喔 我希望我的抽樣負差是兩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的error 來 這個誤差是0.0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喔 來現在是問問題的時間喔 同學我曾經講過 這個框框裡面 對一個高中生來講 裡面只有可能會出現三個數字 你要不要告訴我那三個數字是哪三個數字? 我講過啊 高中生只會出現這三個數字而已 哪三個數字? 1 2 3 1 2 3啊 對不對? 1倍的標準差 2倍的標準差 3倍的標準差 然後你可不可以再回應一下 這三個數字分別代表什麼樣的概念呢? 2倍的標準差是代表多少的信息水準 2倍的標準差呢?95對不對? 因為他在那個大數 那個不是大數法 中央極限定理嘛 接近常態分布的時候對不對? 2倍的標準差涵蓋整體資料有多少? 95%嘛 平均數加減2倍的標準差對不對? 這是95%的信心喔 那如果是1倍的標準差是多少? 6乘8 6 8 9 5 那如果是3倍呢? 99.7 對 99.7 高中生就有這個基本概念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他在問什麼? 他在問這個框框裡面到底是1還是2還是3嗎? 如果是1 那就是68 如果32就是95 如果是399.7 這個題目是不是這麼簡單? 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框框的數字是誰? 哎呦 你就算一下唄 來 現在我還不知道他是誰對吧? 我先保留 然後根號下 來 根號下面有什麼東西呢? 來 請問你這一個題目的N是多少? 5776 來 5776 來 5776 5776 然後你的phead是多少? 0.36 這個數字設計得真漂亮 0.36 方便你點一下開根號 然後1-phead是多少? 0.多少? 0.64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他這個數據根本就沒有為難你 他這個數據設計得太漂亮了 用看了就可以開出來對不對? 好 我們看看喔 這個框框 來 乘上後面這一個東西 來 大家有問你 0.36開根號是多少? 來 講話 0.多少? 0.6 0.64開根號是多少? 0.多少? 0.8 5776開根號叫做 這常識阿 5776開根號 你們沒有常做這個東西嗎? 很想 5776開根號是多少? 這很常見喔 20幾? 24 對 24阿 對不對 是不是24 這樣可以喔 來 0.6乘0.8 是0.68 0.48 對不對?再除以24 所以是多少? 這個是框框再乘上0.02 這樣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同學你可以回答我 這個框框裡面的數字到底是誰嗎? 欸 這個是0.02 這也是0.02 所以這框框裡面的數字是誰? 就是1阿 對不對? 這就馬上看出來了 這框框的數字是1嘛 這題目設定好的 所以請問你 你的信心水準是多少? 當然是68 對不對? 本題的答案 你的信心水準是68 好不好? 我們高中生喔 學這種東西其實就很激實